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这么说呢? 因为从1908年起 英国仅在奥运上拿过一面金牌 而在自行车最大比赛环发自行车的赛事上 英国表现更差 长达110年的时间里 没有任何一个英国选手在这项比赛中夺冠 甚至有欧洲知名单车制造商 拒卖商品给英国团队 免得其他团队看到英国队使用这家厂牌零件 而表现极差 间接可能影响到销售量 而这位新教练专注在微小增长的总和 就是在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 找出微小的改善空间 因此 他们开始拆解影响骑脚踏车的所有面向 让每个面向都能改变1% 当所有的面向都进步后 全部加总就会得到可观的成长 因此呢 除了调整坐垫、轮胎及电热式紧身裤各个细节外 甚至包含按摩油 哪个厂牌可以让肌肉最快回复 如何洗手、减少选手感冒的几率等 能想到的细节都不放过 而短短的5年后 终于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上看到了成果 拿下了6成的金牌 再过4年后 倫敦奥运又创下了9项奥运记录 与7项世界记录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知道 所有微小的改变 可以造就如此强大的威力 而所谓习惯 就是重复次数多到足以自动化的行为 那么套用在个人的习惯上 每日微小的改变 长久下来 势必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力 每天让自己进步1% 维持一年 最后你将进步37倍 而每天让自己退步1% 持续一年 到头来你会落后到趋近于零 因此 造就成功的 是日常的生活习惯 而不是潜在难逢的机会啊 就像今年刚得到 东京奥运金牌殊荣的举重好手郭信春 就是经由长期自律的生活习惯与饮食 以及刻意练习 而才能有今天的成就 回到我们的生活上 若你想建立好习惯或舍弃坏习惯 先让自己每天都能进步一点点开始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何谓改变身份认同 这双图呢代表着改变行为的三个层次 结果代表着你想做的成果 例如减重奪冠戒烟等等 关乎你想得到什么 过程呢过程中关乎着你做了什么 建立的习惯多半与这个层次有关 而身份认同呢则关乎着你相信什么 就是所谓的信念 以及你想告诉大家你拥有什么价值观 及你是什么形象的人呢 简单来说改变习惯的过程中我们都太在乎结果了 其实重点应该放在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书中提到一个戒烟的实例 想像两个拒绝香烟的人 一个人说不用了谢谢我正在戒烟 而另外一个人则说不用了谢谢我不抽烟 两者不一样在于第一个人依然设定自己是会抽烟的人 只是他正在尝试戒烟 而第二个人就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不抽烟的人 而依这种方法进而延伸到其他的习惯 目标不是减肥而是成为喜欢运动的人 目标不是读一本书而是成为喜欢阅读的人 因此呢改变身份认同开启了我戒烟的第一步 我开始告诉自己与别人我不是一个会抽烟的人 记得有一次在工作场合上同事印象中我是个会抽烟的人 当时我正处于戒烟的期间 递给我烟时我则跟对方说 哦我没有抽烟谢谢 奇怪的是下次再碰到对方时 当对方在拿出烟时不会问你要不要抽烟了 可见改变身份认同奏效 不抽烟的标签直接贴在同事及自己的身上 而我也在其他要建立的新习惯跟自己说 我是个爱运动及爱阅读的人 我也开始PO一些书籍及运动照在脸书上 帮自己贴标签告诉大家我是个喜欢运动及阅读的人 因此就如同书中所说 先把重心放在你想要成为的人 会比把重心放在你想达到什么样的成果来的重要 而要改变你是什么样的人 最实际的方法就是改变你做的事 所以大家可以先从改变身份认同这个方式开始 接着我们来探讨行为改变的四个法则 习惯的行程是藉由提示、渴望、回应、奖赏这四个步骤 也是所有习惯的骨干 大脑每一次都会依序经历这些步骤 透过提示的过程中分析内在与外在环境 寻找各种奖赏的暗示 透过渴望是所有习惯背后的动力 少了某种程度的动机或欲望 少了对改变的渴望就没有行动的理由了 透过回应是你确实执行的习惯 回应会不会发生取决于你受到多少刺激 以及与行为连结的阻力有多大 最后的奖赏呢 奖赏第一个目的是满足渴望 也是每个习惯的最终目标 这四个步骤可以用生活的实力来举例 例如你的手机铃声响了 有新的讯息 这就是属于提示 你想知道讯息内容 这就是渴望 接着你拿起手机读讯息 这就是回应 满足了你想知道讯息内容的渴望 这就是奖赏 所以拿起手机这个动作 就跟手机铃像连结在一起了 因此可透过这四个过程加以利用 将它变成建立好习惯 及改变坏习惯的行为改变事法则 若想要养成好习惯 在提示上 就让提示显而易见 在渴望上 就让习惯有吸引力 在回应上 就让行动轻而易举 在奖赏上 就让奖赏令人满足 相反的 若是要戒掉坏习惯 在提示上 就要让提示引而不现 在渴望上 就要让习惯毫无吸引力 在回应上 就要让行动困难无比 在奖赏上 就要让后果令人不满 法则一 让提示显而易见 越战期间 发现驻扎当地的美军 有15%的人对海若因上瘾 其中有30%的人都试过海若因 这件事引起政府的关注 于是组成特别单位调查这个事件 以及研究及追踪士兵归乡后的状况 研究人员发现 士兵从越南回美国后 只有5%的人在一年内再度上瘾 其他的人几乎都已经借除了毒瘾 这个结果跌破大家的眼镜 海若因成瘾原本被视为永久且不可逆转的 接着深入研究后 发现当时士兵在越南打仗时 大家离乡背景处于高压的环境 且海若因随手可得 稀释的人也随处可见 因此 稀释毒品好像变成正常的行为 然而 士兵回到美国后 所有的环境提示全都没了 面对他们的是正常的生活环境 有了家人及朋友的陪伴 自然而然毒瘾也就戒掉了 这个例子也明确告诉我们 环境提示对于习惯相当的重要 要戒除毒瘾 只要士兵们离开越南这个环境 大部分都能成功戒除海若因 所以要戒除坏习惯 主要就是要先脱离充满提示的环境 相对的 要养成好习惯就得让提示显而易见 想要每天吃水果 就将水果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想要养成看书的习惯 洗完澡就将树放在床头柜上 好习惯的养成出了环境 最好对何时何地 执行一项新习惯做出确切的计划 再搭配习惯堆叠 会有更好的效果 而习惯堆叠就是建立新习惯最好的方法 先找出自己目前每日的习惯 然后把新的习惯堆叠上去 举例我要培养阅读习惯的例子 晚上10点等孩子睡觉后 接着是我的个人时间 以往我都会把这些空闲的时间 用来滑手机 看些不用脑的社群影片 当我开始想建立阅读新习惯时 我就开始用书中的方法 我告诉我自己 我在小孩晚上10点睡觉后 我会到书房阅读一小时的书籍 读完一小时的书后 我会让自己滑手机20分钟 我利用小孩睡觉后 即滑手机的平常习惯 中间加入一小时的阅读时间 并要求一定要到书房 因为书房的成价上面摆了很多书 也利用环境提示告诉我 这里是我看书的地方 至于抽烟的坏习惯呢 我就将我的烟 及点烟设备 全部送给有需要的人 让自己在家里环境 没有任何有关抽烟的提示 法则2 让习惯有吸引力 爱尔兰有一个奠基系的学生 他很爱看neckphrase 他也知道自己的运动量不足 于是他运用他的专场 改造了健身自行车 只要他想看neckphrase 就必须踩自行车 期间中段就无法上网继续看 直到他重新踩动自行车才能看 而他所做的就是诱惑捆绑 让运动变得比较有吸引力 诱惑捆绑的运作方式 就是把想要做的事 跟必须做的事情绑在一起 他把想要看neckphrase 就是想要做的事情 跟踩健身自行车 必须做的事情绑在一起 生活中我们也可以 用这种方式来执行 假如你想要看脸书 但又需要多运动 你可以拿出手机后 告诉自己会做时下福利挺身 做完时下后 让自己看一下脸书 而关于抽烟的快习惯 作者提到另外一本书 一千万人都说有效的轻松戒烟法 作者强调你以为自己在戒烟 其实你根本没有在戒出什么 因为香烟根本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你以为要靠抽烟才能射焦 这是错的 一根烟都不抽也能够射焦 你以为抽烟可以帮你消除压力 其实根本不会 抽烟不会放松你的神经 只会毁掉神经 而戒掉抽烟 你什么都没有失去 反而在健康、活力、金钱、信心、自由上 得到绝佳的正面成长 最重要的是 你未来的生命的长度 与品质也随之增加 当时看到这样的言论 犹如当头棒喝啊 我了解到抽烟不再期待任何益处 就没有抽烟的理由了 阅读到这段时 让我的戒烟之路更是如虎添翼 这就是法则二的反转 让习惯毫无吸引力 而在培养阅读的习惯上 我是靠着期望 想到有一天 我靠着阅读增加我的财商 进而投资正确的标的 有一天我会达到财富自由的地步 这个充满未来的画面 促使自己有更强大的动机及吸引力 持续使自己保持阅读的习惯 习惯三 让行动轻而易举 我们常遇到很多人要建立一个好习惯 于是就定了很远达 但不易达成的目标 導致我们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很快就放弃了 其实我们更应该利用书中提到的两分钟法则 两分钟法则就是从简单就能达成的习惯开始 比方说睡前要读一小时的书 就先从读一夜开始 要慢跑三公里就先从五百公尺开始 要用功读书先从翻笔记本开始 重点就是尽可能让习惯容易开始 这是个强而有力的策略 因为一旦开始做正确的事 接下来的行动就可以有挑战性了 一开始的两分钟轻而易举 它会引导你走上比较有成效的入门习惯 我刚开始要培养阅读习惯时 一开始设定一次一定得看一小时才算阅读 常常看了十分钟又昏昏欲睡 过程中充满了压力 反而持续不久 我尝试了书中的两分钟法则 刚开始觉得真的很轻松 感觉可以再挑战更长的时间看看 过了一个月后呢 阅读的时间明显的增加了 再过一段时间 我已经养成一天至少会阅读一小时的习惯了 有时还会期待阅读时间的到来 其实两分钟法则主要触发你行动 以及养成轻而易举的习惯 唯有一开始的行动 才会支持你继续下去的动力 除了两分钟法则 你可以透过环境设计 塑造出尽可能容易执行的环境 比方说你想要多运动 就事先将运动服务及鞋子事先准备好 放在客厅里 想要运动时随时都可以换装出发 想要饮食更健康 就事先切好大量的水果放入容器里 过程中你就能很轻松的拿起水果出来吃了 只要事先将你想要做的事情先准备好 让行动更轻松更轻而易举 你也就更容易养成习惯了 法则是让奖赏令人满足 人类的大脑演化为优先考虑立即的将上 而不是延迟的将上 而好习惯通常短时间不会有立即的效果 需要维持一段时间才能看到一定的效果 地鲁健身就是如此 并不会刚开始健身 就会让身体明显的展现变化 而可能需要等到半年后 才能看到身体线条有明显的变化 相反的 抽烟短时间满足了自己的烟瘾 降低了心理压力 但长久下来可能会引发你的身体疾病 甚至造成死亡 也就是这样的原因 导致很多人很难建立好习惯 而容易养成坏习惯 因此 你必须透过强化好习惯 带来的立即性满足 以我为例 经验期间 每当我有想抽烟的念头 我就会投50元到春千头 作为吃大餐 犒赏自己的基金 透过春千 与大餐作为犒赏 强化不抽烟的念头 要为吃好习惯 你也可以用手机的行事力作为辅助 每日完成的好习惯 就在当日做记号 长时间下来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与满足感 但有时会因其他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中断 最好不要超过两次的中断 因为中断一次是个意外 而中断两次或两次以上 则是另外一个习惯的开始了 以上为书中的内容与举例 我们来重新总结一下 要培养一个好习惯或戒除坏习惯 首先你需要做的就是建立身份认同 告诉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接着有四个法则 让提示显而易见 让习惯有吸引力 让行动轻而易举 最后让奖赏令人满足 而我应用在培养阅读的习惯上 首先我先设定自己是喜欢阅读的人 接着我在书房及客厅都放了书 利用环境提醒我有书的存在 再来想象阅读除了让我提高知识外 也可藉由书中投资观念 想象自己财富自由的未来 促使增加阅读动机与吸引力 开始阅读时呢 我会先从简单的十分钟开始养成 直到培养到一小时 最后每当我阅读完 我就会花个手机 看下脸书动态 讲上一下自己 再来戒烟的习惯上呢 我告诉我自己是不抽烟的人 将烟及打火机送给别人 家里不留下有关抽烟提示的东西 再来呢 强调吸烟对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益处 反而会引起癌症的可能 接着先从减量开始 而不是一次完全戒掉 直到吃饱饭及上厕所 都不需要香烟为止 最后呢 每当我想抽烟时 我就会存50元到特定的同志 累积一定的金额 就会犒赏自己吃个大餐 以上就是这本书 让我成功戒烟及培养阅读习惯的一本书 由衷的介绍给大家 书中也有提供执行的表格 读者可以更准确按照步骤来执行哦 好啦 若你喜欢我的影片 你可以帮我按赞及订阅哦 若影片你觉得可以帮助到你的朋友 你也可以分享给他们 谢谢你们耐心的观赏 希望影片能陪伴你 并每天让自己进步一点点 我们下个影片见了 拜拜